大家好,欢迎回到麦子学院 好高兴大家收听我的v1.js详解 我是聂天心讲师艾米 能说文本像这样可以直接插入文本 那我们再想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说文本插入之后 在属于后面的数据变化 双线板定的时候数据发生变化的时候 让它不再变化,不再更新 那么该怎么插入呢 其实方法很简单 就是在我们的花负号这里 添加这样一个新号键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吧 在这里我们的这两个案例完全一样 唯一不同的就是在这里 我给它增加了一个新号键 好,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之前的这个案例 在这边,我让它的class值是等于face的时候 它是笑脸 否则的话就变成信息 那么相当于是什么 当我点击不同的按钮的时候 它会改变它的class的值 通过改变的class的值之后 它会显示不同的样子 那么现在呢 我们这里是笑脸 但是呢,当我点击信息 它不会变 它不会增加改变 它不会发生改变 好,我们仔细看原代码 它用的是同一个js 同样的html 唯一不同的就是这里多了一个新号 这是说明什么呢 说明在一次插入了classV6的值 好,默认 将默认是face 那么第一次插入之后 它将不再发生改变 好,我们在这里 它的默认值是face 所以呢 它插入的是face 好,当我把它变为msg的时候 它不再发生改变 它已经替换了 好,这就是我们的 单次插入值 OK 单次插入值 其实很容易理解这块 那么更多我们是用到这个文本这边 好,class这边 这一块的改变 那么我们到这里来看一下 比如说 我们检查一下 审查一下元素 好,为了大家能看得清 我把这里放大一点点 好 我们仔细来审查一下我们的这个div 我们会发现 在这里 它的值 变为face OK 当我们改变它的时候 改变它的值的时候 我们发现它不变 它还是face OK 当我们点的时候 它还是face 但是在这里 在之前的这个例子当中 我们仔细看 它是face 但是当我们改变的时候 好,它立刻就变回了msg 变为msg之后 它就会匹配 点msg的css 而变为这样的形态 好 点消灵的时候 它也变了回去 但是在这边 它不会变 好 既然class的值不变 那么里面的显示形态 它当然也不会发生改变 好 这个 就很容易理解 这就是我们的单次仓值 很容易吧 谢谢大家